你 天哪 我原家陸臣 到他看到了非得出口 我就令我不可 若薇 你在哪儿呢 你到了吗 马上 马上了 你稍微再等我一下 你自己不宜急我了 要不我现在店里都念 不行 那个店特别隐蔽 你是找不到的 你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就过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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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哥这儿有三十六斤 从有一块十函 有没有素质啊 竟然不知道线敲门啊 是熟悉的味道 不用说了 肯定又是因为张晨的事 我这么没钱吗 每次只要是张晨的事 你的身上就会散发出一肢 我一心不忌急 我派出去的人 找到张晨了 终于找到了 好事啊 他人呢 又跑了 又跑了 这个小四季 看来的确没有这么简单 在你弃遥不守的寻找下 愣是躲你 躲了四年 你说得没错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四季 他怎么做到的 这不成长 这些年 我也越来越觉得 当年这件事 可能没这么简单 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我必须找到真相 不能让我大哥打扫 就这么白白死了 放心吧 有什么事啊 随时叫我 这位怎么不接电话呀 这位怎么不接电话呀 这卖公司 怎么连厕所都找不着啊 哎呦 骗死我了 哎呦 骗死我了 请约 我 我来这儿 我来这儿 身 身上洗手机 别气 别气 为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没有 哎呦 那你给我解释一解释 为什么这个时间 没有在家里练舞 对呀 我这个时间 我不是应该在家里练舞吗 我为什么没在家里练舞 我其实这样子 老师教的呢 我听不懂 我是来找若薇的 若薇会 我让若薇教我 若薇会 关副理 我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 不管你码不码 我的下班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再有修夸 请明天请走 若薇 那不是你在电梯口等我吗 走 我下班了 我关的车子找回你 若薇 我肯定也没有必要急着下班了 去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不然你先走了 先走 先走 转过来 你知不知道一顿火锅吃下去 之前那些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你别熊巴巴的嘛 大不了晚上我多练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进手本来就差 别说三个小时了 再多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这么嫌疾我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反正我也不想去 我之前一直都觉得 你对待工作的态度至少是认真的 我工作才会很认真啊 但是你要让我穿着漂亮的裙子 去一堆陌生人面前跳舞 这算哪门的工作啊 而且在我们的合约里 没有这项工作内容 我只负责小宝 更何况你的私事 我这不是管不着吗 我这不是管不着吗 私事 你受得对 我确实不该把我的私事 拿来浪费你的时间 莫名其妙 你这是 小气巴拉的 凶巴拉是不是 我也会 倩玥 你为什么这一点 没有在家里练舞 我那只能为 就走了 小气巴拉 乔燕就这脾气 她习惯了对自己严格 对别人也常常会有些苛刻 再加上今天因为章诚的事 再加上今天因为章诚的事 她本来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章诚 你是说 那个司机 对啊 那那那五年前的车祸的事 你知道多少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 小宝生日那天 大爆炎 贺乔燕凶嫂一家人开车出去 突然就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只有小宝幸存了下来 这些我都知道 那当时贺乔燕在哪儿 你不知道啊 她居然没跟你提过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据她大姑说 当时 当时贺乔燕接到电话 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就赶去了医院 结果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也出了事故 整整昏迷了半个月 后时都是她的姑姑 在联络警察和桌上车祸 直到出院她在车祸 在那次意外事故中 对她比父母还轻的凶手 已经亡毒 而当时 给她们开车的张承司机 却不知所措 当时贺氏集团 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 还继续保持扩张之势 贺家领头人这一走 小儿子刚从车祸中醒来 就要继承家业 所有人都等着看贺乔燕 能否轮过来 她更多的人认为 贺氏集团会就此完蛋呢 贺氏是贺乔燕父亲 和她大哥的心血 她不得不压下背毒 在内忧万环下 独自抗击一斤 最终将贺氏 带出了破产危机 我小眼淡了呀 是怎么听过来的 看看 这是几 两根鸡爪 开心 开心 没事 杰 您怎么不吃啊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陪你吃到福祥初 我觉得你不至于啊 因为贺乔燕生气了 火锅啊 火锅你都不吃了 想到她一个人扛着这一切 我就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 想不得做点什么 所以 我想保护她 姐妹 你很危险 很危险啊 我不危险啊 我高跟鲜加了防护 你没问题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这一个女人呢 对一个男人产生爱慕之气 这没关系 但是你一旦动心 那你拔 那你就覆水难收啊 什么一套一套的呀 我这叫共情能力太强了而已 对不对 小安 是你又这样 小安来 吃点蔬菜 不是 姐 我知道你最近生活不易啊 我决定支持你 我决定 去宁芳的心理工作室当一共 你不在医院上罢了 不行 你不能去 我是利用休息时间 为了公益去发光发热 姐 你不敢动吗 我要做你永远的小跟班 我敢动啊 这样 你要是跟我一起分享这一盘菜 我就更感动一些 来 简安 啊 吃吃吃吃吃